中砲擊發猛烈砲擊近五年來最大規模 焊光反登陸操演 戰車火炮是最大打擊主力 雷霆2000多管火箭騎射 密集的火箭彈 連成光束直衝天際 能夠大範圍殲滅敵軍 機砲車開始射擊 操演看頭之一是兩輛雲爆甲車2.0 對著目標連續開火射擊 具備快速射擊能力 所有參與焊光實彈演習的雲爆甲車 都像這樣子塗上了衛裝 而上頭由中科院研發的三菱鏈炮 則在這次演習當中通過了實彈測試 戰車發射 戰車在行徑當中 我的裝備在移動 車長射手駕駛 配合的不好 可能會造成沒辦法打到目標 地獄火飛彈發手樓 飛行時間18秒 天空中還有阿帕器 火力壓制用第一火迎頭 痛擊敵軍 發架F-16進場 投彈炸射 精準壓制地面部隊 最強攻擊直升機群 同時出擊 空軍部隊精銳進出 有了 都有汗馬車喔 三類新聞獨家拍攝 空軍C-13洞 空頭汗馬車 66位散兵從天而降 海陸空三軍同步操演 海軍出動兩艘季洋艦 正守海滅 從遠到近 層層打擊 三軍加強演習強度 力求貼近真實戰場 為守衛家園做萬全準備 三類新聞 綜藏報導